市長會有委屈嗎 是第一個被改列被告的中研院長 徹夜偵訊 疲憊寫在臉上 真的是史上頭一遭中研院長 學術權威 轉列被告 是不是有私下收索號碟股票 號碟案延燒 仍在美國的翁企惠 一回到台灣 辦案人員隨即展開約談 20號 繽紛多路 搜索院長辦公室住家 協助轉讓股票的潤泰集團旗下公司 一口氣約談11個人 案件起因是中研院四年內 兩度轉移疫苗和新藥開發的相關技術 給號碟公司 問題出在 中研院長翁企惠擔任關鍵決策 自己卻曾經是美國號碟的股東 沒有利益迴避 更誇張的是 翁企惠的女兒翁玉秀 在技術移轉期間被爆出 2012年年底拿到潤泰集團低價轉讓 3000張號碟股票 兩年內就賣出1067張 獲利3億元 還在今年2月號碟解盲的前一天 精準出脫10張持股 成功規避損失 我們華人第一個國際性的長項 案件爆發潤泰董作 鷹企惠也被列為證人遭約談 和翁企惠交情匪淺的他 今年還捐了超過4億台幣 給翁企惠任職的研究單位 蓋醫學研究中心 鷹企惠也曾經不避嫌的 替翁企惠報區 說他對於投資經商買賣股票 一竅不通 但回國後 接受立法院備詢 翁企惠坦承 可能還有其他人借名持股 現在被轉列被告 翁企惠涉嫌被信 最終可判五年 過去中研院被視為 國內最高學術機構 擁有重大成就的院長 包括吳大游 李遠哲 奪版參與政治爭編實事 這回因為技術移轉 買賣股票 翁企惠踩到法律紅線 TVB新聞綜合報導